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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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圈有一部分当然是来自于你的熬夜 或者说你的眼睛会疲劳 你会楼眼睛 如果你楼眼睛会造成皮下微细血管破裂 它会慢慢的渗出一些铁离子 铁粒子沉淀在皮膚层底下 聚集越来越多 颜色就会比较深 就形成这种色素沉淀型的黑眼圈 另外一种是没睡好 然后静脉你加上水肿 脸上水肿 眼部的静脉回流速度也变慢了 这边静脉的血管会变得比较明显 透出来的就是血管的颜色 其实你如果镜子拿近一点 然后把眼睛往上看 拉住眼皮 你自己看 如果看到血管 那个就属于静脉型的黑眼圈 那如果说你把它拉平了 还是看到那个粗粗的 然后看到那个皮肤比较粗糙一点的 那个就是色素沉淀型的 那当然也会有人两种都有 那另外就是水肿 泡泡眼 比较困扰的 因为全身都浮肿 连眼睛也浮肿 那整个眼睛呢 甚至有时候因为太累了 眼压都比较高 眼珠子感觉都有一点往外凸 那这种我们都可以用不锈钢的筷子来搞定它 那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用不锈钢的筷子 那在我们内肌这里 也就是从我们法际这边开始 然后往后在耳朵上面这边 那它有肌肉这样刮 这样刮 你就当做是在梳头发一样 然后刮这个 我们不是刮这个法际线里面 是刮法际线后面 那这边会有肌肉 那这个肌肉刮了 你会酸酸的 我们可以分几个方向 往后 然后往后斜上 然后继续往后斜上 然后往上 这在几个方向这样刮 有点像在梳头发 有点像在梳头发 把这边的肌肉 紧张的肌肉把它松解掉 那这边的肌肉 往往是造成我们 眼尾下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边肌肉一绷紧的话 眼尾就会拉下垂 那我们眼睛的循环就会受影响 不只看起来眼睛无神 而且也会影响你眼睛的循环 让你眼睛容易疲劳 眼睛容易疲劳 你就容易揉眼睛 一龙眼睛就容易产生皮下围细血管破裂 产生铁医子沉淀在这里 所以非常好用的筷子 那另外呢 我们再用筷子刮另外一个部位 另外部位呢 就我们用筷子来刮这个额头 贴着眉毛然后往上刮上来 顺着眉毛往上刮上来 然后呢 从眉心中间这边 也就是我们眼头 眉头这里 然后额头这里 然后这样横向刮过来 往上刮三下 慢慢刮就好了 这很酸 然后往旁边刮三下 你又反复反复做 你可以做差不多一分钟 刮一刮 这一块呢 叫做额肌 它是很酸的 那配合 我们在颈部后面 用棍子来滚压的这个动作 刚好后面我们是枕肌 我们后脑刷这边叫枕肌 枕头的枕 那前面的这个叫额肌 那其实它是这样一条的 这样一条这样过来的 那你把它后面前面都松结了 那你的头皮就不会有紧绷感 你的眼睛疲劳 马上就消失 那再来 我们来刮的是脸颊底下这边的颧骨 颧骨底下 那我们就用这个筷子这样压 压着 然后横向的 横向的这样子 整根这样刮出来 压着颧骨底下这边很酸 我们可以压深一点 这样压深一点 然后往旁边这样刮出来 压深一点 往旁边这样刮出来 我们其实也可以 两只手这样握着筷子的仰端 然后这样压这边的肌肉 压这边的肌肉 然后左右这样动一动 左右摆动一下 压颧骨底下肌肉 这条这里有颧骨大肌 颧骨小肌 那同时这也是我们眼睛的 静脉跟淋巴回流的路线 那这边如果说里面比较酸痛僵硬 那会影响到我们这边血液回流的速度 那这里就容易积一些 血液流动只要速度慢 就会形成黑眼圈 那你比较容易肿 肿眼抛 那整个眼睛看起来很无神 所以 一支筷子搞定你的眼 抛抛眼 黑眼圈 眼睛疲劳 当你有眼抛肿 或是说眼周有细纹 那我们可以在涂上眼霜 或是保养品之后呢 那眼睛看上面额头不要动 你不要产生那个额头挤出一些皱纹来 所以眼睛往上看 往上瞪 然后轻轻的刮下眼瞼这里 然后再来眼睛往下看 然后轻轻的刮上眼瞼这里 那这个动作都非常非常轻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 刮上眼瞼的时候 可以这样反过来这样刮 用它的末端来刮上眼瞼 然后用这个末端来刮下眼瞼 这个是跑跑眼 然后包括这个眼周的细纹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刮 那是可以非常好的一个按摩方式 那也可以消除疲劳 那也可以让这个腹肿消掉 那另外呢 如果说 你那个皱纹 细纹经常容易产生的 那我们刮这个眼瞼是不够的 我们刮眼纶杂肌 就顺着这个下眼眶 然后顺着这个眉领骨 上眼眶这里 去刮这个眼纶杂肌 这个是肌肉 这个肌肉刮起来呢 可能有一点酸的感觉 那你力量不要太重 你觉得如果稍微有点酸也可以 但不必带重 带重呢 这里其实是很容易维系旋管破裂 容易产生预清 那如果你有产生预清也不用担心 然后再不到一个礼拜就可以完全吸收了 这样子 轻轻的刮 简单吧 来 那我们用棍子 这个后脑扫的肌肉在哪里呢 最低的位置呢 在耳垂底下 那最高的位置呢 差不多在你耳道 对过来这个位置 那边有一段比较薄的肌肉 也就是你的枕骨底下 我们一般称为后脑勺 那一块呢 你只要压了之后呢 你整个头都会清醒了 这个动作有点像在擀水脚皮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杆子给压紧 那我们头往后仰 来去对抗它这个力量 然后头左右摆动 那这样呢 也可以滚压到我们侧面的颈部肌肉 差不多每一次呢 10度到15度的范围 那这样呢 整个后脑勺的肌肉 我们都可以充分的滚压放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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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